日本宮崎昨天發生了7.1的強震 其實震感非常明顯 那我們也問到人在熊本的工程師Mio 想要請教一下當下你人是在熊本 感受上是不是真的蠻晃的 主要是因為你去當地大概四個月時間 日本真的很常地震 所以應該到現在都還沒有習慣對不對 對 還沒有習慣 像昨天發生的當下的時候 它警報器 手機的警報器是優先現象的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 我才感受到地震的搖晃 那地震越搖越晃的時候 我就跑了出去 那我就看到我們那時候的 辦公室的管理員跟一些大家都跑出來 然後我們就一起在討論說 地震怎麼那麼晃這樣 然後到底是發生了幾級地震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還看了一下 發現原來那時候宮崎的地震已經達6.7 速度的規模差不多那麼大 那之後我覺得 它真的是還蠻不習慣 因為跟台灣不一樣是 因為日本的建築就比較 比較不像是台灣那麼多鋼筋盆 所以在體感上就會比想像中的 還有晃動很多 那你當初在這個上班嘛 當時是正在上班的時候 你的這個辦公室是大概在幾樓啊 就是裡面有沒有發生什麼物品掉落的狀況呢 那時候我在二樓 但我們那時候因為 因為我們建築物還算還算堅固 所以目前沒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發生的當下 沒有什麼災害掉落物什麼 但是其他的地方其實是 放得蠻嚴重的 那也有聽說他們有東西有掉下來之類的 所以你後來回家之後發現 家裡面的狀況是好的嗎 我家裡的狀況就稍微亂了一點 因為我那邊住的地方 它是屬於木造的 那建築的堅固度就沒有像辦公室那麼好 所以就晃得會比辦公室還來的大 那請教一下 這是你到日本發生第一次這麼大的地震嗎 實際上你本來就知道日本很常地震 房子又都是木造的 所以剛剛你說了 一晃的時候其實蠻劇烈的 然後聲音也很大 但是主要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日本很常地震 所以防震的SOP也很嚴謹 聽說家裡面都有廣播桶跟地震包 這些東西是這樣子嗎 那這邊的話 日本他們都會準備像這種的地震包 那它地震包裡面包含了手電筒 然後防焊塔 跟一些像是空氣頭套 就是它可以撈一些炭淨的空氣 然後帶著它投影火在現場 或者是像這樣的防災小卡 它可以去讓你更好的準備你所缺的東西 那還有獅子巾啊 然後隨身聽就是可以聽 它可以是收聽那種 那種廣播災緊急廣播用的 還有瑞士刀 跟一些防護用的緊急的那種 OK棒啊傷口包紮用的 等等之類的東西 都會有都聚在這個防災包裡面 那除了這個防災包之外 是不是還有一個廣播桶 這個廣播桶的用處是什麼呢 那那個廣播桶的時候 那個廣播桶在災害發生的當下呢 他市議所的人他們會依照那個災害的嚴重程度 去聚集到一起聚集到那個市議所 那在市議所他們會針對緊急的應變小組 然後去收集各地發生的災害 那他們也會透過那個防災桶去告訴大家說 現在最近的各個地區最近的那個避難中心 跟避難資訊在哪裡 或者是他們可以怎麼去應對這次的災害 那就會經過那個廣播桶去 去對家家戶戶做廣播的動作 好 了解 我們非常謝謝明友 帶我們了解一下當時到底狀況是如何 也希望你們很快就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了 謝謝你 謝謝